哈喽 先是解冻出场画面 解冻出场画面之后 出来先打一个啊 哎 没洗着啊 先打一个金角哥哥 关底是两个 完事之后 捡上金刚咒 跑过来一个塔啊 先把这个 副boss啊 打一下 然后金刚咒 同时打到两个boss啊 主boss就直接带走了 因为主boss在外边 已经打了一打了一些血了啊 这边镜子跑过来 直接再起一个波动啊 拿下这个副boss 血量计算的话 也是非常到位 把道具都扔掉 然后 让自己身上 换场景有三个寒冰掌 这边来到了红海尔啊 这个寒冰掌打红海尔 这伤害特别高啊 给他们整成一串啊 寒冰掌直接是打两个 完事之后 在一个镜子推两个 还剩22点血 直接起火云刀 最后跟踪球 double kill 没没没没没打上啊 嘿嘿嘿 剩了一个不亮相啊 预算的话是火云刀炸两啊 结果没炸着 这里来到了第三关啊 第三关打一个路格 第三关打这个路格的话 一是道具不太够用了啊 另外还有一方面 就是路格防御力太高 如果你使用道具打的话 不太合适啊 这里就只能借助着老沙的波动 一点一点打了啊 前面提了速度 这里道具就空挡了啊 完事一顿乱糟糟啊 这边还好是老沙啊 老沙逐个击破的话 也还还可以 因为毕竟有一个伤害非常高的波动啊 雪杀 然后再起波动 这里如果要是也留不下 他前面的话都是不存保的 如果要是这里有点 有不了 这里得用五个金刚咒吧 感觉得五个金刚咒能带走吗 就是金刚咒都打了 金刚咒大剑玄冰斧杀的 五个大道具 差不多路格防御力比较高 你也没有那么多啊 所以说这里就没有办法了啊 属于一个道具空挡机 这边两下平A啊 给路哥带走啊 过了路哥好一些 杨哥的话 杨哥的防御力比较低 这边过来直接给一个金刚咒 然后给一个钉 扔卡 接屏A 接存能量 接波动 杨哥还好 他是自己一个啊 就一个boss 哎这边要挨电 这能葫芦能捡 这葫芦捡葫芦 老沙本身动作就慢 你捡葫芦 那肯定是要揍你的啊 前前踢 存能量 然后起波动 还有一个镜子没有拿 雪杀一手 过来拿镜子 拿镜子 镜子得拿 上去再给一个波动 这个小兵身上应该是镜子 前前踢 把镜子踢出来 捡上镜子 再跑回去 再一个波动啊 这个版本的鞋跑 是按着开始剑 按鞋啊 不是鞋鞋啊 不是正常的鞋跑 他是属于一个 类似于一剑鞋跑的 这边先存能量啊 来到虎哥 虎哥也是自己 大剑 完事存能量 前前踢 接波动啊 只有一个boss的话 老沙就一直抓波动 波动抓的频率越高啊 打的速度就越快 往外滑了啊 能量掉了 再雪杀 然后再起波动啊 这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打的还是一个 究竟难的难度 因为他这个闹头版 boss的强反四血啊 跟原版是不一样的 但是从能量掉落的速度上来看 可以看出来是一个最高难度 调好钉啊 有问题的时候就用钉 来控制一下这个boss的身位啊 给一个定 自己好找位置 小走 完事之后再起波动 还有36点血啊 36点血直接起波动 压他就行了 这边来到了海胆啊 直接电斧解冻出场画面 电斧解冻出场画面 对同时还垫着了这个篮球对海胆啊 两个海胆 但是血量是分开的 直接波动 先打一个 然后给一个定 下来 存能量 再给一个定啊 定是为了把海胆定住 然后再起一个波动 然后雷电机 雷电机可以 海胆快起 可以打两点啊 你看是吧 有一个海胆快起 打了两点啊 这个就很帅 然后再一个雪杀 把另一个海胆 剩着点血给补掉 这边来到了金鱼精 雷电 标准的雷电几开 金鱼精只有一个boss啊 那么金鱼精只有一个boss 自己来的话 就跟圆满一样了 咱们就正常 一直抓波动 波动抓的越快 那么速度大 你就越快啊 老杀的波动 是34点伤害 存能量 波动没打着 然后波动跑 再波动打回来 没打没抓着 老杀的波动 持续时间 没有猴哥那么长 掏再掏 存能量啊 存能量的速度也快啊 这个版本 存能量的速度 比圆满要快 然后波动压气身 再波动压气身 雪杀吧 给了一个定也行 定跟雪杀都行 刚才那个位置 不知道金鱼精 是从左边跳出来 还是从右边跳出来 波动压气身 再给一个定 抛一手 再起波动 他这个武器 是故意掉的呀 抛门 这个版本的话 老杀不拿武器 清兵快啊 老杀不拿武器的话 前天第一脚一个兵 所以说 他会 使用武器的时候啊 就 减一下啊 不用 正常情况是 全程都不带着武器打的 还有14点血 14点血 怎么打呀 打平A或者是直接波动啊 都可以 老杀的波动速度也比较快 这边来到了蜘蛛女 蜘蛛女直接起波动 波动打完之后 是背身为倒地 再波动压啊 直接抢反了 然后再一个波动啊 背身为倒地 回来 充能量 然后再波动压 前前踢 打开 然后上上踢 再起波动 存能量 往前蹿 波动 波动起早了 这一下 然后再一个波动 反正之后 又是背身为倒地 往里蹿 再波动 从后边啊 抓一下 直接给他带走 蜘蛛女这个boss 比较怕波动 晚上后边主要是 这个蜘蛛王啊 蜘蛛王是俩蜘蛛王 怎么弄啊 要借助一下葫芦 啊 只有一个蜘蛛王 那时候先抓他波动 两个蜘蛛王都来的时候 利用葫芦 这边直接起波动 再起波动 晚上这个镜子 能不能减上 下来 给一个钉 啊 利用钉 把钉 把镜子给他钉开 晚上之后 再起波动 再起波动 这边要给葫芦了 又给了一个波动 多摊一个波动 你不挨挠 啊 这指定是挨挠啊 俩只弱王不一样 一个葫芦 葫芦也是60 波动也是60 葫芦再找位置 再葫芦 先打下去一个 这时候啊 呃 就又剩一个蜘蛛王了 剩一个蜘蛛王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继续抓他波动了 然后 引一下 一个波动 趁着这段时间 先把这个 副boss给他带走啊 这个就是对于版本的一个理解 就是一分为二啊 让这个蜘蛛王一直都是 处于一个的状态下 你打他 两个蜘蛛王 你抓不了波动 你抓不动 他就挠你 你再抓不动 他还挠你啊 你再抓不动 还挠你 你禁不住了 挠你三回 估计你也就 差不多要被带走了 这边 起波动 存能量 再起波动 这下估计要强反 要 要 要抓走了 啊 抓走的话 给一个葫芦吧 啊 因为抓走了之后 老沙的波动 距离也没有那么长 够不着啊 给一个葫芦 这里打完蜘蛛王 其实这个葫芦 也就没什么用了 然后来到我彭哥啊 彭哥 彭哥也是自己来的啊 彭哥自己来的 应该是四个波动吧 四个波动差不多了 就直接给彭哥带走了 再进去存能量 前前提 然后再给一个波动 哎 扎他 哎 这个小兵都是加强的 这呀 雪沙 再波动 哎 没有能量了 存一手能量 然后直接一个波动啊 这边 彭哥还没飞上去啊 还有估计判定 直接再一个波动 给他带走 雪沙一手啊 该用雪沙就用雪沙 这边来到了白相王啊 白相王是直接来到这个场景的啊 没有上边那个场景 打白相王的话 因为蜘蛛王那一关给的镜子比较多 可以用点镜子 看一下镜子能不能找好节奏 一个镜子推两 镜子推两 很帅 然后镜子打两 再镜子打两 哎 别捡了 你捡啥 你你缺那一个镜子呀 你就不要了呗 那一个镜子啊 又去这 这前前提 完了 这节奏乱了 你看看是吧 啊 你还想省 你还想多减一个镜子 结果你还浪费了镜子啊 再一个镜子 先打掉一个白相王啊 剩一个就可以抓波动了 余下来的 剩下 身上剩的这 这点镜子的话 打青尸用吧 小一手啊 没打着 然后再起波动 三下 然后一个波动 直接给白相王拿下 这边来到青尸 青尸这里的话 不能解冻出场画面啊 解冻出场画面 你过来 你要有一段时间 是打一个盲打 就是你看不到 啊 然后你去打 呃 两个青尸 你盲打的话 呃 我估计 就不是你盲打他了啊 可能是 他盲打你了啊 嘿嘿嘿 啊 刚才 应该是失误 调火云刀没调着啊 这边镜子 镜子只打到了一个 回手 再镜子 哎 镜子打俩 这节奏就非常棒 然后回来 存能量 大剑啊 大剑也是打俩 这种大道具都是打俩 然后火云刀 有没有两点 其实炸俩就行 也不需要两点了 然后再去补波动啊 主要是那个镜子啊 镜子空的 要不然的话伤害 要不然留的道具伤害 是刚刚好啊 加上那一个镜子的话 呃 一人再给一个波动 也差不多了 这样的话 就要多打两个波动了 因为镜子的话是预计是打俩boss啊 能不能打到咱不说啊 就是说咱们预算啊 是镜子直接打到两个青石 最后再一个波动啊 铁青石再走 这边来到了老鼠这里 老鼠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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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火云刀 这火云刀 其实一点两点都行 炸一下这老鼠就进去了 炸一下这老鼠就进去了 这老鼠就进去了 血杀一手 直接跑进去 外边不能打啊 外边打这个老鼠打掉了 进来之后还是两 上来第一手活 先给火云刀 求两点 哎一人一点 有没有两点的 哎一个两点 然后需要利用定 八个火扇子 这里关键点就在于这个火扇子 炸吗 关键点你还敢扒了他啊 剑弗 剑弗扔倒了啊 剑弗只有举手那一下有无敌判定 然后等他们两个在一起 定哎 这就可以火扇子删了了 这里这个火扇子一定要一键双尿啊 火扇子删了啊 火扇子删了就很重要 再火扇子删了 跳钟哎 这下跳钟很难受啊 这下跳钟断了节奏啊 这两个boss也不一定 非得听你话啊 然后再用定 这个就显示出来定好用的地方了 很关键 定再调整回来位置 火扇子删两 这火扇子删两 跟火扇子删一个 效果完全不一样 再给一个火扇子 哎又是打两啊 完事之后还剩一个啊 然后再给一个火扇子 过去一个波动再走 哎没抓着 哎再给一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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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一个波动啊 先打掉了一个 然后再打掉一个 这边来到了火龙 哎 打火龙 火龙也是两个boss 两个boss的话 血量也是一分为二啊 还有的 这里的话不要着急 镜子葫芦扔的时候不要着急 如果你着急扔空的话 血量就不移 再给一个葫芦 完事之后你看 血量就不一样了 完事之后还要补一下伤害 还好是剩的一点伤害 这要剩的伤害多 你得补好几下就慢多了 这边来到了牛神 上来先给一个塔存能量 身上有很多塔 老沙打牛神的话 塔一接波动又快伤害又高 这边这个牛神跟原版还不太一样 这么多血就上天后了 然后塔接平A接波动 这里这个牛神就跟普通牛神一样 打完他之后会出现一个 不怕魔法攻击的牛神 魔免的牛神 那个魔免的牛神 你需要打他平A跟血沙 还有下臂 这一类的招式打他才掉血 只有他最后还剩一 一次攻击就能给他带走的时候 就给他破弓了 你比如说波动啊 全冰斧打他 你比如说全冰斧能打68 68以内的时候 你打他才会掉血 68以上的时候 你打他是不掉血的 后边那个牛神 完成之后 再塔一接波动 有塔一接波动的话 打牛神会非常得劲 其实没有塔一接波动的话 打牛神老沙也得劲 波动68点伤害 平A14点伤害 所以说你怎么打怎么得劲 而且平A也好用啊 扔塔往上走一步接平A 有塔一接波动最好 没有塔一接波动 就打平A平A平A接波动 也一样 也一样 老沙有武器 打牛神始终他确实是不太难 变小 完事之后 扔塔再接平A 存能量 再起波动 又引了 分能量变小 一套塔一接波动 应该带走了 然后这是最终的啊 磨面的牛神 AA 你看A一下14点伤害 这比别人得劲多了啊 这老沙 AA 跳钟 没有事 再下来 这时候啊 就他现在血量还多的时候 你玄冰斧打他 一丝血都不掉 波动抓他也不掉血 然后跳 完事之后 三下平A 存能量 完事之后 定 挑一手 接波动 不够 这伤害不够 还在68以上 68以内这波动就能掉血 一二三 这下波动可以了 就过关了 对于版本 理解很深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 好吗 拜拜